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妨 祢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歇息 直到我们感见呼吸 听众姐妹平安 我们今日成了何等人 都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早晨来到十家的面前 全心全意的来敬拜祂 当你找到我 在生命时子路口 你靠近我 你拥抱我 从此你不放手 过去的重重 全然交在你手中 你抑制我 你回复我 从此我不放手 当你找到我 在生命时子路口 你靠近我 你拥抱我 从此你不放手 过去的重重 全然交在你手中 你抑制我 你回复我 从此我不放手 夜在黑 心在疲惫 我仰望你只剩容颜 我已决定 永不后退 你作为何等如美 你还能在我心前 我愿一生 静静跟随 我跟随 我跟随你 忠告 闪到地固 我跟随你 几时 心机满目 纵然面对挑战 也有眼泪 感到疲惫 我要挣脱颤 永远不后悔 在你吃饱一下 我的保护 你花雨 是我生命的坚固 你应许不要动 知识之中 永不落空 会呆在你的手中 我不忘初衷 当你找到我 当你找到我 在生命十字路口 你靠近我 你拥抱我 从此你不放手 过去的种种 全然交在你手中 你依止我 你恢复我 从此我不放手 夜在黑 心在疲惫 我仰望你 只剩容颠 我 你决定 永不后退 你作为 你作为 何等如美 你哪能在我心间 我愿一生 静静跟随 我跟随你 从高山到低谷 我跟随你 几时 静静满路 纵然面对挑战 也有远 没感到疲惫 我要挣脱禅 永远不后悔 在你 持绑一下 我的保护 你化鱼 是我生命的艰苦 你应许不要动 只是 之中 永不落空 回来在你的手中 我不忘初衷 我跟随你 从高山到低谷 我跟随你 只剩 静静满路 纵然天对挑战也有眼泪 感到疲惫 我要挣脱禅 永远不后悔 在你 持绑一下 我的保护 你化鱼 是我生命的艰苦 你应许不要动 只是 之中 永不落空 回来在你的手中 我不忘初衷 当你找到我 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让我们常常回到那起初的爱 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随你 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亲爱的主耶稣 离了你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够做 因为生命是从你而来的 唯有跟随你 我们才会找到生命的道路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我们需要有真理 才不会活在虚荒里面 我们需要有道路 才能够走出一条真正有梦想 有意义的人生 那么耶稣也说他就是生命 那么到底什么是生命呢 那么耶稣自己谈到生命 是在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 耶稣这样说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上掉生命 凡为我和福音上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我想耶稣谈到生命 他问了一个 是我们大家都不会问的问题 就是人就算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人不会问这个问题 今天如果你问人家说 你觉得你为什么不买房子呢 废话没有钱嘛 为什么不娶老婆呢 废话没有钱嘛 为什么不还在开那部烂车 不换新车呢 废话没有钱嘛 小孩为什么不送到国外去念书呢 废话就是没有钱啊 总而言之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问大家所有的问题答案都是什么 没有钱嘛 好像只要有钱就有房子 有钱就有车子 有钱就可以娶老婆 有钱孩子就可以受好的教育 好像生命中一切的答案 答案都是什么 就是钱呢 你知道吗 就是没有钱今天才这样落魄 今天才这么样辛苦 如果有钱 我今天就不会这样了 但是耶稣问了一个 是人不会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有可能 你赚得了全世界 你却赔上自己的生命 人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人想的就是 我只要有钱 我的人生就可以成功幸福 可是耶稣真的 他指出了一个生命中 很重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 就算你赚得了全世界 你还是可以 失去你生命中 真正存在的意义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 不是只要有钱就可以 我们需要知道自己 活着为什么 我们需要知道自己 存在的价值在哪里 我们到底 活着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你可以很有钱 你可以拥有所有的一切 但是我告诉你 你还是可能 失去你生命中所有的意义 所以难道今天 最不快乐的人 都是贫穷的人吗 有钱的人都很快乐吗 这是事实吗 有人告诉我 你知道贫穷人的问题 是比较小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贫穷人的问题 就是钱能够解决的问题 但是有钱人的问题 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他已经这么有钱了 可是活得这么快 不快乐 活得这么痛苦 那就是钱不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严格讲起来 有钱人的问题 才是真正的问题 因为那是钱不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耶稣让我们要仔细地 去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生命中 只要有钱就可以 那是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 就算你赚得了全世界 你可能赔上自己的生命 你仍然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 到底是在哪里 所以我们恐然没有这样想过 那么到底生命又是什么呢 耶稣在这里指出 真正的生命是什么 不是赚得全世界 是什么呢 是阿格福音八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 这上面一节的经文 耶稣这样说 他说 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 对他们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继续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凡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 必救了生命 耶稣讲出一个 让我们很震惊的一个真理 也就是一个人怎么会有生命呢 就是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 然后舍己跟从耶稣 也就是为了耶稣和福音的缘故 放下你的生命 这样的人反而会得着生命 你知道圣经很有意思 你看这个 失去生命得着生命 要赚得全世界反而失去生命 耶稣其实要告诉我们 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是什么 就是生命不在乎金钱 就是你如果要有生命 跟金钱是无关的 那么一个金钱很好 钱可以去老婆 买房子买车子 出国去玩 钱很好 但是钱有一个缺点 钱什么都好有一个缺点 钱不能带来生命 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 这么虚空的原因 那到底生命怎么来呢 就是要去跟从耶稣 而且你付上代价 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 你就会找到真正的生命 其实这段经文读很多年 最近我才明白 真的是这样 你看我们教会 我们教会的小组长很厉害 有的一个小孩 有的两个小孩 有的三个小孩 最高纪录还有四个小孩 还在当小组长 当区长的 真的很感动 你知道在教会的里面 他们要照顾先生 有的要照顾老婆 有的还要照顾小孩 一个小孩 两个小孩 三个小孩 四个小孩 很忙 很忙成这样 还要来教会带小组 小组还有很多很不乖的组员 你知道 还要去服侍小组 还要搞这个福音餐会 你知道已经忙成这样了 他们身边的人就觉得很看不过去 家人看不过去 你到底是怎样 你工作这么忙 还要照顾老公 还要照顾一个两个三个小孩 你已经忙成这样了 到底教会是给你多少钱 你需要这样子来跟着教会忙 如果你有时间 你应该休息才对 如果你再有时间 应该去赚钱才对 你一天要往教会跑 你到底是怎样 有的时候我看到小组长 很不容易 你看他已经忙成这样 还要带小组 还要碰到组员 还要发line给他说 我不喜欢你的讲道 我不喜欢你的 你不关心我 我要换小组 我是欠你的是不是 你知道吗 还要忙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小孩 还要忙工作 还要忙老公 忙这么多事情 还要忙小组 你还说 你还发简讯给我说 我要换小组 你讲道不好 五音不全 中路 此类 我是欠你的吗 小组长还跑去跟他道歉 跑去跟他道歉 对不起 忽略你了 不关心你 好好下礼拜吃饭 送礼物 如果在公司碰到这种组员 就fire掉了 但是 但是我们爱耶稣 你如果问他们 为什么你还要这样服侍 你都忙成这样了 你为什么还要服侍主 以前这么多重担 是这些还要服侍主 我告诉你 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真的找到了什么 生命的意义 生命怎么会有意义呢 生命怎么会有价值呢 不是一直换车子 不是一直换房子 不是一天到晚在世界里 赚更多的钱 不是 生命怎么会有意义呢 生命最后的意义就是 你看 要忙老公 忙小孩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还要忙工作 忙完了之后 还有组员 发简讯给你说 我不喜欢你的小组 你没有爱心 我要换小组 我没有爱心 还去找到他 来跟他道歉 不欠他什么 还说真的 太久没陪你吃饭了 还跟你道歉 还说请你好好的聚会 好好的服侍 我告诉你 那个人是无名小组 你是为了耶稣的缘故 你愿意服侍这些无名小组 他不是你老板 也不是你客户 你纯粹因为 因了耶稣的缘故 你甚至打电话给他 安扑他 跟他吃饭 然后为他祷告 你知道吗 人生 就是因为耶稣的缘故 去服侍这些 与你不相干的人 甚至服侍这些 nobody 无名小组 没有办法给你带来 任何的利益跟回馈的 你为了耶稣跟福音的缘故 你陪伴他 你倾听他 你甚至还跟他道歉 还虚寒问暖 我告诉你 这叫做意义 不是为了任何人 不是为了什么利益 就是为了主耶稣 和福音的缘故 我愿意背起我的十字架 去服侍这些卑微的人 一些不能带给你利益的人 生命就在这里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要挑战你 你知道为什么你的生命 总感到虚空呢 你知道为什么 你的生命一直感受不到意义呢 因为世界里没有意义 世界里没有答案 耶稣说 人若要跟从我 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人若为我和福音的缘故 失去生命的 就要得着生命 我要对你说再多的钱 不能带给你意义 让我们一起起来 跟随耶稣 背起我们的十字架 去把福音传到地上 你发现意义就在这里 这就叫做真正的生命了 难怪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 在我们生命中 最重要的是谁 是耶稣 有耶稣才有生命 没有耶稣就没有生命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生命中 什么都可以没有 一定要有耶稣 耶稣在我们生命中 是最重要的 有了耶稣 有道路 有真理 还有生命 我们一起 我们要来祷告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祷告的是 求神怜悯我们 使我们能够在金钱的捆绑中 得到自由 能够为神而活 我们同生的开阔祷告 耶稣我们下班的奖 祝你 祝你不要承担 那我们的钱 只要你操纳 主要让我们的 给我们的神 主要这个造成 求你断开我们 身上金钱上的困放 主要让我们 单单的依靠你 主要因为你就是生命的良 但你这里来的必利不二 尽力的远远不可 主要想问你 这是我们的神灵 主要让我们能够起来 跟随你 为神而活 为他见我们的生命 必定会活出丰盛 夺出不足 耶稣我们感谢你 耶稣我们祷告你 主要你要我们 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 只要依靠那厚次百物 给我们的神 主耶稣求你今天早晨 断开我们身上金钱的捆绑 主要帮助我们 能够单单的依靠你 主要因为你说你就是生命的良 到你这里来的必定不二 信你的永远不可 主要早晨帮助我们 坚定的依靠你 能够跟随你 为你而活 看见我们的生命会活出丰盛 活出富足 谢谢主 是的主你说 我们不能侍奉马们又侍奉神 耶稣今天早晨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立定我们的心智 我们要单单的跟随你 主啊帮助我们 让我们背起我们生命当中的十字架 我们要单单的跟从耶稣 主啊不依靠那个无定的钱财 主今天早晨 让我们在财物的迷思上面 能够得到完全的自由 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随事随在 我们都能够得了秘诀 耶稣让我们在跟从你的道路上面 主啊我们有完全的自由以及释放 耶稣我们谢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今天的事情为我们的服事来祷告好吗 那么你可能付了很高的代价 但我要告诉你 我们越是付代价走失这些的道路 越要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 好不好为我们的服事 我们来同生的开口来祷告 希望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那些人特别的为着那些在挣扎中 主啊在服事的这样子的合场上 他们在挣扎着 好像主啊他听见那个呼召 要更多的更多的为服事付上代价 但是却因着自己本身 而有许多的挂虑的这些弟兄姐妹 来到你的面前祷告 主啊求你挪去我们里面那些小信 主啊挪去我们里面的那些挂虑 主啊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越多的服事 当我们为主你摆上更多的时候 主啊你要厚赐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主啊你要让我们更多更多的经历你 因为服事的这条路 我们不断不断的被你来修剪 不断的被你破碎 但主你却不断的建造我们的生命 不断的让我们经历你是那听人祷告的神 你是那个赐恩典的神 你是那个从没有离开过的神 主啊帮助我们在服事的过程中 更多更多的与你连结 更多更多的经历你 谢谢主 主啊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主啊我们要透过服事来学习你的心 好比你服事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一样 主啊你不会问他们要什么 你只会问他们我能为你做什么 主啊求主耶稣让我们学习这样慈悲怜悯的心 来经历你的慈爱 谢谢耶稣这样祷告奉一苏名求 Amen 我们要为教会来祷告 教会在今天的世界里面 我们不可能不背死自家 我但愿每一间教会 我们都背起我们的十字架 能够向这个世界做出美好的见证 我们同声的开口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 是真的 每一天的希望 我们要教会派一台来的教授 和他们不做实力算出美好的 即将教会的背景是别的实假 能去侍奉 去跟这个世界 互动的所谓 所以教会在这个土地 才是为天使基督荣耀 但是万了在实谅中所拯救的 亚犥来祝福这外处近 主啊你 祝福祝祭今天 他将交代节目中 愿主来带你祟祂 父神来到你面前来祷告 把众教会交托在主你的手中 祝你教导我们教导教会 师比受更为有福 主让教会背起十字架 去服事的时候 不是为了教会自己的目的 乃是为了耶稣基督的荣耀 为了你的国度降临在地如在天 谢谢主 主使得你三次问彼得 他有多爱你 而你告诉他 你嘱咐他喂养你的小羊 主使得主建立教会 主让我们在教会当中 真实能背起这个十字架 就是为养外民的十字架 主因为这是一个得到生命的十字架 主这是一个能生命更加丰盛的十字架 主帮助教会建立得稳 在基督耶稣的盘石之上 谢谢主 亲爱的主 世界里面没有生命的答案 只有跟随耶稣才会找到生命之道 主耶稣我们向你宣告 我们每一天都要紧紧地跟随耶稣 走十字架的道路 这是生命的道路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我跟随你从高山到低谷 我跟随你即使 荆棘满目 纵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惫 我要振作成泪 永远不后悔 在你翅膀一下我的保护 你华语是我生命的坚固 你一定许不要动 即使之中有不落空 未来在你的手中 我不忘出救 你不忘出带你 都担心地跟随要紧地跟随要紧地